彩服變輕散 彩服變輕散 它的彩除了下面是黑的之外 其實它裡面都很奇怪 它的廚房都有一點那種冷凍的感覺 就很冷 很像冷凍庫的感覺 熱情 如果想賺錢就要賺錢 動力有沒有 然後那個熱情 因為不知道缺乏 時間到了就會上班 時間到了就下班這樣 它米跟水米 米跟水米 除了我吃飽飯吃不要太太 也是不好 水缸跟米缸都幫它換掉 換人中的水缸跟米缸 中水缸的部分 中水缸到六分 中米缸的部分 在五分 到五分 好 那這樣子 菁成功是不是都調理完了 是 好 那師傅最後有沒有 給他什麼建議 或者特別要開示自己 他說他的心 常常是處於一種 慣性思考 狀況 這樣 那他說要他的心 回去 散散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意義 心處於慣性思考 就是 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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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波動 所以他對很多事 積極一點 積極一點 請示一下 沒有 關於滅夜真禮 再來本經典裡面 叫 關於菩薩的經典裡面 是有的 關於菩薩的經典裡面 是有的 關於菩薩的聖號 或者清風 滅罪真禮就可以 是關於菩薩的經典 那個座叫 菩薩滅夜真禮 是嗎 對 關於菩薩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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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早早看好了 也沒有 關於菩薩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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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就是人生要有目標 要有影響 要有報復 要活在哪一刻 要活在哪一刻 所以你的心 是處於一個狀態之下 或就是 啊我就這樣活著 吃吧吃吃吧吃 他會讓你的心 要去散散步 然後散散步什麼意思 可以有一些 不一樣的生活 不一樣的創新的想法 這樣很浪費神了 可以當個義工啊 或者是 其他的活動 有些改變 有些改變 不然你的生活 就一直是這樣子 就一直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改變 可能 我們天早上多一個東西 你啊 你一個 你一個 菩薩生號啊 這是個改變啊 對不對 這是個改變這樣子 活得很頹廢啊 對不對 應該這麼說嗎 就是沒有沒有 很隨順 對 活得很隨順 沒有特別的想法 它才是冷 有點冷 冷 冷 很冷的那種感受 這樣子的東西 可能就覺得 就是這樣吧 就是這樣吧 就是 就是鼓勵說 嗯 其實 可以積極一些 每分每秒的一刻 他都在改變 都在變 你不能講 他比較隨緣 隨緣 隨緣嗎 推廢吧 我們請師傅持飛 我幫他看一下 他今年的流年 有沒有什麼要出力的 好 很忙 6月到12月 農曆七月的時候 心神很不定 在量東西的時候 容易去量錯 心神不定 是 有一個管子 喔 要小心 可是我看是玻璃的 反正就是他就說量 要量錯 問題就大了 心神容易不定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你要注意這樣子 好 還有嗎 9月到12月 的一個部分 有耗材的狀況 任何的投資 都比較不比 變動性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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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會不值得 然後 而且那個時候 你的心都回復到原來的那個狀況 啊 又很頹靡這樣 生活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他不會說 埋怨我幹嘛就很久了 他覺得就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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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多賺一點錢 多不虛 對不對 很有意義啊 積極這樣 工作上就是要注意 他會越來越沉重 越來越多 這樣 你可以每天先用點接 跟聲號來改變一下 等一下 慢慢做改變 不用壓力那麼大 好 努力以後 越要特別注意 會有那種想購物的衝動 會浪費 亂費 亂費很多的資源 會去買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這樣子 其實你會有這樣的衝動 想要去 去 去 購物 這樣 對 其實你特別的空虛 想要買些東西 來滿足這個心 這樣子 那一 農曆一二月的心是很懷舊 就這樣 OK 好 師父 那這樣 我們已經成功都好了 可以幫他開箱花圈 三月 明年的三月 對 還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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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師父持備 幫他看一下 蛙蟲 有沒有什麼需要 調整的地方 花圈 花圈 就是很高啊 花很高 花很高啊 花很高 然後有扭曲啊 那這邊有個東西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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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照嗎 對 在腰部的部分 腰部的部分 嗯嗯嗯嗯 它的 腰部 有一個氣場存在 你身上有寒氣 好 那個花的樣子 有一點點的 就是花的重疊影像 裡面有一個樹 這樣子 你有一些女兒身 女兒身 男人心的那個 狀況 只保險 呵呵呵呵 嗯 花還有其他的缺點 啊 對不起 喔 對 喔 呵呵 我覺得那個花 嗯 我想到會有一些感慨的 喔 對不起 花開啊 花開三分 花開三分 然後它的這個 這種是腰部的部分 有一個寒氣圍 這樣 腰部一下 滅夜障震 耶 光營滅夜障震 嗯 很暖一句而已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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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部的這個中間 有一個寒氣 寒氣去佔據 這樣子 你的身體的一個骨骼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腰部的中間 容易有骨刺的狀況產生 要特別的注意 那很簡單的 如果這些業力的障礙的部分 你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你可以常常去觀音廟 拜拜 拜拜 你先起來 求那個師傅的加持 公公婆婆幫你 做個 花筒做個調理 這樣子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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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